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困扰 就是计程车越来越难叫了 像是今天尤其是周五的时候 是特别难叫的 原来这背后藏的是一场 价值30兆的数据大战 平台的策略也改变了 因为他们要赚的不是车资 而是搭车产生的数据黄金 手机点一点 把计程车直接抠过来 请告诉我您的上车地址 有AI用共也会通 科技时代很少人还在路边招招手 但你有发现吗 每每到了尖峰时段 系统搜半天就是没人接 你平常都习惯怎么轿车呢 根据统计 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 路边挥手蓝车的比例 还高达67.2% 而至于用手机APP轿车比例 还不到一成 但是到了2023年 整个数据是大反转 用手机APP轿车的比例 已经高达了七成 计程车APP化 但反而更难叫 乘客得加价或开多个平台 同时等 而这是因为计程车司机 也是开多个平台同时转 我是三个平台 分别两只手机跟一个车机 这样子比较不会网路当机类的 而且还能挑选方向顺里程员 利润高的单子接 导致各大平台为了增加派单率 只好大撒币拉拢司机 比如破万的入队奖金 免月租 刨满指定烫数就给高额补贴等等 现在的多元化 他们就是只能接系统 也不能入招 对啊 那我会选择小黄市 因为除了入招 又可以一侧多平台 对啊 多一个管道赚钱的机会这样 小姐你好 请问去哪里 全台司机不过9万人 也则砸钱强 也要扩大车队规模 看中的不是做小黄生意 而是要掌握背后庞大的数据 搭车的时候啊 上下车地点都会同步被记录在APP里面 收集成大数据之后 可能就会发现我常常都是出没一些商办大楼 推测我应该是个商班族 就可以精准地投放广告 打中TA 这还只是其中一个应用 收集搭车这类高频率数据 也能跟自家租车旅游平台 汽车销售结合 投放广告 用数据来预测用户需求 根据研究显示 背后连结的商机 全球上看30兆台币 他跟广告主去谈 我有多少的用量 那平均大概搭乘了几次 所以算起来的时候 大概看你广告的部分 大概可以换算出 看你多少广告 对不对 那他就可以有更多的一种方式 计程车进入大洪海时代 市场四强鼎立 台湾大车队 不论车辆用户数都最多 LINE GO有玉龙集团支持 紧追在后 还有何泰支持的UC和UBER 而近期还传出 连欧洲车商BOT都想进军台湾 轿车平台 变成是一个战场 已经不是原本的计程车行业 因为它是计程车是靠航靠航靠航 那大则很大 慢慢起来嘛 那接下来的部分就是 谁能够拥有到那个数位平台 更多人加入 计程车业生意模式改变 不单只赚车资 而是要把数据变黄金 毕竟30兆的商机 任谁都想 赶快上车 东森财经新闻流子的洪佩玉 并在台北的采访报导